刘姓男子城市的民宅周围已经围起封锁线 远景和监视人员也在现场 78岁的刘姓男子借住在弟弟的房子 再度被家人发现时却已经是一具白骨 刘姓男子住在台中新社区中和街二段的水尾巷 人都成了骨骸 代表死亡有一段时间会被发现 也是因为刘姓男子的姐姐发现弟弟中秋节没有来拜访 担心她出事9月19号下午2点半 姐姐向侠旭派出所报警 并协同消防队一起抵达弟弟的住处 发现无人回应大门也锁着赶紧破门而入 发现弟弟躺在二楼房间的床上 已经成了一具白骨 刘姓男子平时独居 怎么知道适逢中秋节 姐姐上门关心却是这样的结局 根据行政院主记总处统计109年底 列册需要关怀的独居老人 全台就有4.2万人 其中女性2.5万人 人数还多于男性 而女性的占比也逐年增加 TVBS的战比也逐年增加 TVBS的战比也逐年增加